江西物园素有中国最美乡村之称 尤其是春天缓坡上大片金黄的油菜花 令很多人心持神往 对长期缩居在城市的喧嚣中的人们来说 江西物园也许不能和那些著名的旅游景区相比 也无法带给人震撼心灵的美感 但却是最能让人从心底放松的静谧之地 这是一片村庄 却能从中国无法计数的村庄中脱颖而出 无关高雅 只是普普通通的山野漫花 造就了别样风情 所以趁阳光正好 趁你偏向往 暂时抛开束缚 去为自己换个心情吧 阿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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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下的下不下 下 下 你干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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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得一起走 我就赶紧去喊他去 去喊他去 喂 你好 这边漂亮 我一包 我拿来 我想我去喊他 我把你喊他 我大跟他们开 你 wat 李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建村于北宋末年 村人好读成风 被文人学者赞为理学渊源 是个美到让人视觉疲劳的地点 让你如痴如醉地感受着最美乡村的韵味 乡村客栈是个名副其实的天然养巴 这里群山环保 溪流潺潺 空气特别好 此外 李坑也是写生 摄影的绝佳场所 这里每一处窗外景 都是一幅极其精致的自然风光化 窗外远近高低的山 长青碧绿的树 深向远处的田野 粉墙带瓦的古屋 都是您创作的源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